在南投地區 因為做環保 讓這些超過70歲的長者志工 快樂度過晚年的生活 我如果感到沒有來很辛苦 生活都聽了 如果來做事就看我 他是一個很有才華 又很精進又願意學習的人 來做就很開心 我覺得他就是很信心 就像姐姐又像媽媽一樣 這位人文單元 帶大家認識 來自南投的曾林立 是什麼樣的姻緣 讓這位熱愛教學的老師 願意投入 人文真善美志工的行列 成為美善故事的記錄者